Hello,大家好,我是魚波 又是來到一個月一次買菜煮飯的時間 這個月中打了幾次封 也煮過很多次飯 也有放在Facebook或IG 看了這幾個Post 觀眾最想看我做的是 最近所煮的避風塘炒蝦 所以今天又到買菜的時間 到 先看蝦 其實蝦真的沒什麼所謂 因為避風塘的做法本身很濃 不一定要買新鮮蝦 你可以買冷藏蝦或急凍蝦 今天沒有開 Oh my God 看看急凍蝦 看看蝦 就唯有吃油水蝦 無論是白蝦、草蝦、虎蝦 沒什麼所謂 不要買小隻肌圍蝦就可以了 一斤大約有多少隻? 10多隻 給我 應該一斤多一點 多撿兩隻 麻煩 這裡是 一斤多一點 回到廚房 這次煮飯應該是本頻道最離地 最麻煩的一個菜式 首先我們要處理蝦 很棒 哈哈 我們把蝦腳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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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剪 因為我們炸東西 蝦眼是有很多水分 還有 經常都說蝦眼是很腥的 如果大家喜歡蝦 上桌子的蝦 是可以不剪眼的 我先把蝦腳拌均勻 我先把蝦腳拌均勻 不需要在我剪剪的時候 把蝦腳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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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蝦腳拌勻 把蝦腳拌勻 把蝦腳拌均勻 把蝦腳拌勻 把蝦手拌勻不夠力 或者怕弄傷 你們可以用剪刀開 我試一次用剪刀開 在頸位置輕輕切一點 沿着殼 剪 就到底 把蝦拆開 做法也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把蝦抹乾 處理完蝦之後我們就處理配料上的東西 配料有蒜頭、辣椒 辣椒視乎自己吃多辣 然後是薑、蔥頭、蔥和麵包汗 切兩片薑 之後是辣椒 蔥頭 切碎 大家要調配好麵包汗和蒜頭的份量 有時你們出去吃的避風堂是全蒜頭料 也有些是蒜頭加麵包汗料 因為全部蒜頭的成本實在太貴 而且吃下去的味道太強 我的習慣是 一份麵包汗 三成蒜頭 你明白甚麼意思 1比3 1比3 3比1 1比0.3 1份麵包汗 0.3的蒜頭 總之大家要因應自己的口味 而調配蒜頭的份量是多少 麵包汗 這裏是大約100克左右 這裏就是我們準備的蒜頭份量 還有用來起鑊的 就是這樣 切碎 陳明 一部份蒜頭 用來起鑊的 這裏 另外的蒜頭是要洗水的 蒜頭裏面有砂 還有有澱粉在這裏 洗了水的話 蒜頭炸出來就會好多了 蒜頭浸洗到 放出來的水是透明就好 沒問題了 包汗料好吃 我那時我女朋友吃過的樣子是 配料準備完成 留意做的先後次序 我們會先炒了蒜頭出來 用剩下的蒜頭炒麵包汗 開一鍋新油 炸一下 火烹油是二手油來的 不是 就是 收回來的 不是 我炸過兩次 我不用這鍋油來炸蒜頭 我不想油繼續倒進去 我沒理由煮一頓飯 又開一鍋新油 開一鍋新油 不斷開的 我賣 我是賣機油 不是賣花生油 OK 開一鍋新黃 讓油炒了蒜頭 蒜頭有水的 如果大家有雅興 可以先用廚紙抹乾它 或者吹乾它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 因為油溫不高 它不會爆 來吧 隨便它慢慢炸 你越快就焦得越快 還有這個蒜頭 你慢慢浸出來是非常香的 如果懶惰的人 是可以用一些現成的渣蒜 這條你笑夠了 這次就不用了 有需要的自己買一瓶 就可以散卻了這個負責 小火慢慢炸 有時間就推一推蒜頭 讓均勻可以上色 如果要去到金黃色 這個時間大約要三至五分鐘左右 很香 好香 過了一會兒 蒜頭變成金黃色 這個時候就要蓋了 因為它會繼續熟下去 之後再蓋上 把顏色都放進去 轉到大盤上 將炒完的麵包糠 我會混進去 鋪平攤凍 如果不是它有濕氣 麵包糠就會黏在一塊 以一個很大的盤去做這件事 剩下的蒜油 回一點點 剛才的蔥頭放一點點 這次我用的麵包糠是黃色的 有一隻麵包糠 如剛剛所說的 就是白色的 白色炒到上色的時間 是會久一點的 黃色的麵包糠 是很容易炒到變啡色的 一定要小火 麵包糠盡量鋪平 小火 一邊 先烤了它 反之後就推第二邊出來 就可以將麵包糠炒熟 麵包糠是要拌味的 拌味有很多個做法 大家可以放椒鹽 糖 鹽 雞粉 胡椒粉 要吃辣的 辣椒油 辣椒粉 將所有粉狀的調味料 全部拌入包糠 這次的做法我會加紅油 鹽 胡椒粉 糖 辣椒粉 大家會看到包糠已經不同了顏色 保持動它炒至乾身 變成金黃色就可以混合在蒜頭上 攤平它吧 下一個炸蝦 下一步我們要開始炸蝦 將蝦上粉 準備一個碗 先放生粉 準備好你們的油鑊 我這隻小油鑊 會將蝦分開幾次炸的 要確保蝦放進去之後 油溫不會跌得很厲害 油溫大約是190度左右 怎麼知道190度呢 大家不懂的話 可以買一個幾十元的溫度計 插入油中 你大約就會知道溫度是多少 另外也可以灑一點生粉 見到它起泡泡 就可以將蝦放進去 現在先煮滾油 注意上粉的時候不要太早 要確保那層粉要很乾身 在蝦上面 下鍋之前輕輕拍一拍它 炸蝦 在蝦的屈曲程度和離殼有多少 平均來說 應該是兩至三分鐘就可以炸好 最小一隻 我只餐一隻 希望不要沸騰 第一次炸好的蝦 下一步我們要將油溫推高它 大約去到220度左右 用大火再炸 炸脆它 還有上色 再加迫裡面所有的油份出來 但是第二轉很快 基本上是20至30秒內就處理到 所以要快手 不是 入面吧 是嗎 攝氏的 220度 哇 都沒有那麼緊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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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 已經很辛苦 終於炸完所有蝦 我們開一隻新鑊 燒紅獎鑊 辣椒 蔥頭 蒜頭 兩片薑 爆香料頭 推開,推開,把蝦放進去 如果你們是出街吃法濃味的做法 這個時候蝦會給味道 會給美極,或者給一點生抽 但是不好吃到好像外面那麼濃味 我們把配料拌勻 下一步保持中火 把所有包康放進去 把麵包糠放進去 保持中小火 如果不是麵包糠 是會給你炒焦的 拌勻之後 把所有蔥放進去 拌勻,關火,起鍋,裝碟 就好了 這個時候也放在一家裡 還有小火 拌勻,跟著脂鍋 大火 排骨 卡路 再 Agency 肥蜂糖炒蝦就這樣就完成了 坦白說是很浪費時間 很花心思的一道菜 大家有興趣 想做的話都可以自己做 因為是必定好吃的 很繁複 來吧 起一塊 準備好了 怕辣而已 應該不會辣 我怕我辣而已 沒話可說 我自己的煮法就是 沒有外面那麼鹹 沒有外面那麼濃 那個辣剛剛好 但有些隔後的感覺 那種辣是怎樣說呢 是辣椒品 這樣做的話蝦也會入味 炸之前有些人會喜歡拌酒 拌味 我推薦味在麵包湯 然後推入蝦 吃的時候蝦的蝦味都還在 就不會說很濃 不想加燒酒 對 全部都不濃 這片包湯可以送飯和啤酒 不過今天你們不要喝酒 開車的朋友不要喝酒 喝得醉醉撞得碎碎 阿嫂好不好吃 好吃 有空多點上來吃飯 今天這條片到這裡了 如果想弄的話試試弄 又不明白的話 弄起來有麻煩的 我都可以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Facebook Page 和Follow Instagram 下個月我們再煮飯 下個月再煮飯 我會在Facebook和IG post一些我和女朋友吃飯的照片 之後觀眾說 教我煮這個 然後我就會煮那個 他們應該是現在才知道你有女朋友 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吃到味道應該是 少許偏鹹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像說一些廢話 我不用說 總之是有個底味 那現在是把麵包湯匙攪拌去選手 不是 是先炸蒜 後炒麵包湯 你不要煮嗎 很煮嗎 可以蒸了 不行 你快點正確要變 有蒜蓉 蒜蓉粉絲蒸一下 粉絲要浸的 還沒浸粉絲 西式吃法是牛油 牛油焗 要熱過焗 好像快過炸 突然間看到一個 超簡易 我以為是 我 我以為是 五分鐘行不行 馬上回來 過來